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年闲着 快乐时闲着 痛苦时闲着 久而久之丢了自我 成员 人生在世最怕的就是闲着 前些日子马依丽在某节目中提到了自己去年的状态 他打言道 刚离婚的那段日子 他每天过得恍恍惚惚 甚至一度患上了拖延症 失去了做事的动力 但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骨子里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不能永远沉浸在负面情绪中 于是他开始逼着自己 走进健身房开始健身 认真努力工作 看心理医生 做针灸治疗 他知道 无论用哪种方式 要先让自己忙起来 让生活变得充实 不再无所事事 杂念 自然会渐渐褪去 有时候毁掉我们的 正是我们的胡思乱想 而万千繁杂思绪的源头 并是闲着 漫画界泰斗方程先生 活在这世上百年 甚至 世事前还在坚持创作 1986年退休后 老先生仍然如上班一样 每天早起 沉浅画工 下午作文 坚持不屑 他在自画像里 曾做过一首小诗 其中写道 生活一向很平常 骑车书画写文章 养生就靠一个字 忙 贤惠声度 忙能养生 坚醒时做事 痛苦时坚持 时间不是药 药在时间里 忙碌是幸福的开始 更是治愈痛苦的两药 教父里有句台词说得深刻 在一秒钟看清本质的人 荷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间是本质的人 自然是不一样的秘密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认知 很大程度决定着他的人生走向 而读书就是提升认知 扩展思维 解除迷茫最好的方式 杨将先生曾经收到一位年轻读者的来信 信中多处抱怨社会浮躁 人心难测 他看完之后回心说道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态度 每个人的思维都是有限的 到认知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思考时 便容易想的态度 而且结果往往是从别处找原因 看不清自己 记得看电影《萧生客的旧书》时 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 安迪在取得监狱长的新人后 积极请求去图书馆工作 在这期间 在这期间 通过他连续六年申请扩充图书馆的书籍 终于收到了寄来的旧书 随后 他又帮助二十多位育友学习 指导他们看书 提升自己 考取高中学历 这段时间的学习 足以让这些人在出狱后 一改往日的无所事事 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而他自己也没有因为在监狱中 就放弃学习 他通过读书 坚定自己的内心 一步步走到计划成功实施的那一天 读书能在潜移梦话中 改变人的心智 风吟人的灵魂 如果不知道前方的路 该走向何处 不如静下心来 读一本好书 愿一篇好文 一双的资本中写着一段话 任何时候 一个人都不应该 做自己情绪的努力 不应该使一切行动 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无论近况多么糟糕 你应该努力去支配你的环境 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被情绪支配的人生有多可怕 上学时和同学发生口角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伤及他人祸及自己 但怒气值 却没有因此而减退 工作后 形势太过情绪化 一时生气便冲动作势 延误工作进程 可情绪 也没有因此而缓解 与人相处 太过任性 要求所有人 都有着自己心情的好坏 与朋友渐行渐远 自己也不会因此而快乐 有人说 和量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看他是否能够控制情绪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 情绪需要的是宣泄 而不是压抑在心中变成顽疾 运动便是让你远离阴霾 重获新生的最佳途径 心理学研究也有表明 经常运动的人 患抑郁症的几率要小很多 运动就相当于 将心里长出的杂草 做一次清除 唯有留出多余的空地 才能让内心注满阳光 与其将所有的怨气压在心里 不如去跑步 攀岩 让身体的放松 带动心灵的放松 正如医学之父 希伯克拉底曾说的那样 阳光 空气 水 和运动 这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 随着年岁建泽 越来越理解那句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仍毫无关系 中年以后 一个人在自己 独有的空间里思考问题 要比很多人坐在一起喧闹 舒心得多 利用独处的时间 看清自己 本就是一个成年人 最顶级的子律 绘画大师齐白石 一生作品无数 世人将他的画笔作 引领中国画作的风向标 而他能有如此高的成就 离不开他经常反思的习惯 齐白石88岁高龄时 诗人爱情 曾带着他年轻时所作的画作 拜访过他 想让他见鼻真伪 观察画作的过程中 他不禁回忆起早年作画时的情景 自觉如今的水准 已大不如前 这件事过后 齐白石常常自省 现在人们对我的评价很高 连我自己都有点 羊羊自得了 看了爱情的一幅 十年之前的我的画 让我感触很深啊 今天和以前相比 退步实在是太大了 从那时候开始 他每天都会在独处时 联系绘画基础 日复一日地坚持着 他晚年时所作的画 依旧审守大家喜爱 在根坛里讲 听敬业之终生 唤醒梦中之梦 观成谈之月影 窥欠身外之身 在精密的时光里 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以客观的角度发现问题 纠正自己 也生活复盘 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独处时 不浪费每一寸光阴 除去抱怨和指责 用理性去看待时间纷扰 自行 方为自救 作家 陆内有一句话 说得很真实 每个人的生命里 都有几口吃不下的 隔夜冷饭 必须得咽下去 而不是放在眼前发呆 人这辈子 所有的路 最终都要靠自己 一步步走到底 所有的救赎 都是自己所做的选择 忙碌 给自己时间过渡 读书 给自己时间成长 运动 给自己时间调整 自行 给自己时间复盘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那些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都是时间里的药 而 最难熬的那段日子 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过去了 今天就陪你到这儿 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